本心探讨 还没有脱落 真如本心 你们几乎有一项之六项了 为什么一定要一项 六项呢 因为生死真结是六根 解脱也是六根 从六根开花 实践解脱生死 那年间佛头告诉阿兰 众生无死以来迷失本心 本心在日常生活中显现 意不适不知不觉 所以汪至轮回六道 不得超多 为什么人会有生死 不能超多轮回 俗汪出来一口同声说 阿兰 寄生无名 使你轮回六道 沉沦苦海 这生死的真结就是你的六根 此子别无他物 怎么解脱 佛头达 是从六根解脱 如何令你肃正安乐解脱呢 也是你的六根 并非他物 那年间指明 从六根开花 是解脱之道 最快的速度 而且最殊胜的方法 最快的方法 是从六根开花 我们讲像 那年间讲根 从六根开花 现在在做了开花 一根至六根 六根直接以本心合一的关键 若不解本心 即是无名 你把本心忽略掉了 不是本心 一生刻成环绕啊 就像乔成那 佛头的第一个地址 是叫我回答他 课程环绕 阻碍显花本心 你现在已经显花一根至六根了 看到自己了 自见其身了 再来要怎么合一 合一什么意思 简言之 安住在真如本心的位置 在经典上 安住在空性中 心经讲 不生不灭 不真不减 不够不净 不依不依 那种空五的状态 毕竟空 中到空 是真如本心之所在 进入到本心的位置 安住在所谓合一之状态 如何合一 以什么合一 意识流 以意识流进行合一 意识流生日 哇 很深很深的空性中 老子说 摇西闽西 意识流达到 最深最深最深的至高意识 绝对意识 你就见到光明了 从光明中照见自己 即所谓的自见其身 心经一开头就观之在 观到自己存在了 自见其身了 但必须行深波罗波密多 到彼岸的时候 就是合一的状态 才能见到其身 合一了 你就发现 意识深入接触到至高意识 绝对意识 而大放光明 不仅照见其身 法界大日自然自新出 原造法界 幻象遍迷 山河大地 宇宙人生 严明普照 没有 幻象遍迷 山河大地